哈喽大家好,这里是杜华说 昨天结束了欧冠的抽签 还有欧联杯以及欧协联 我们这个视频来讲一下这个抽签的结果 阿森纳呢 是对战拜仁 马进对多特 还有黄马对曼城 巴黎森者曼对巴萨罗纳 这是欧冠的这个四分之一决赛 八强的分布 那么时间呢是在4月11号 跟4月10号开始 然后半决赛呢就是到了4月30号 还有5月7号5月8号这样子 最终的欧冠总决赛呢 时间安排在6月1号 地点是伦敦的温布利球场 那么如果是安排在温布利球场的话 有没有可能是英超的球队进入决赛呢 或者说是曼城有没有机会 就是卫冕 去年这个时候呢 有三只一甲的球队进入了八强啊 分别是AC米兰 国际米兰跟纳布勒斯 可以说去年的一甲呢 还是比较有观彩的 那么今年随着 这个马进啊 淘汰了国米之后呢 一甲没有球队进入八强 西甲有三只球队 分别是黄马 马进跟巴萨罗纳 所以今年的比较耀眼的呢 就跑到了西甲这里去了 也是因为这个国米 有一点大意了 或者说是准备不足吧 老塔罗状的状态也不好 所以整个一甲呢 在欧冠这里就没有了 那么欧联这里呢 一甲还有三只球队 AC米兰 罗马跟亚特兰大 所以一甲呢 接下来还可以在欧联杯这里去看 如果你不是进入了欧冠的行列的话呢 可能有一些球队能够进入到欧联的八强 或者是四强也不错嘛 对吧 那你比如说亚特兰大 如果是去踢欧冠的话 可能一下子被淘汰了 也说不定 对不对 那么西甲就比较厉害了 西甲的话 有一个比较有运气的地方 就是西甲的三只球队呢 没有内讧 对吧 黄马 马进跟巴萨呢 分别有三个不同的对手 就是不是西甲的对手 所以这个也就意味着 非常大的概率呢 就西甲的球队可以进入到四强 半决赛 甚至有机会去争夺这个冠军 然后一个就是阿珊娜对拜人这里 也是比较有看点的 阿珊娜非常的艰难 奇奇怪怪的感觉 最终终于进了四分级决赛 就是巴强这个行列 然而对手是拜人 拜人慕尼黑的欧冠的这种底蕴 非常强 如果是在底蕴方面的话 阿珊娜是应该是小弟的感觉 弟弟的感觉 可是今年的看点是 阿珊娜的状态非常好 他如果进入了这个四分级决赛呢 也就是巴强 他会不会说有一点晃朗一新的感觉 去打这个欧冠对不对 所以对战拜人呢是硬碰硬的 第一个主场在阿珊娜的主场 对阿珊娜来讲 有一定的好处 心理压力没有那么大 可是拜人不好踢了 拜人现在的状态 也正在逆转啊 上一场比赛 拜人是进了八个球的 状态也热起来了 所以接下来去踢这个阿珊娜的时候 双方可能会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对抗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黄马对孟城啊 这种总决赛级别的对抗呢 在四分之一决赛就已经开始了 去年的黄马呢 是输给了孟城啊 所以今年呢 黄马跟孟城都有所改变了 特别是在孟城这里 有一些时候他是能够看到他的一些弱点 比较明显 如果是限制住了 德布劳内跟哈兰德的这个连接的话 他的点就把这个重刃呢 放在了福登这里 如果福登跟阿瓦雷斯也被限制的话 这个很难说 像去年 其实拜人去打曼城啊 也防得蛮好的 最终被罗德里了 棒场林结束之前啊 那场球下了雨 攻进了一个球 之后才崩溃了 所以 今年的黄马呢 对于孟城啊 他是有一定的看点 黄马这里 他增加了贝林恶母啊 维尼修斯也状态 依然非常的火爆 所以 这场比赛是总决赛级别的 提前上演 那巴迪森子的帮对巴萨罗纳呢 就是 看点在于姆巴佩 他跟来望托弗斯基 他如何做一个新一代跟老一代的这种交接 对不对 看谁能够更加的 能够碰撞出火花来 是不是 其实巴萨也很强的 巴萨可以说是 我觉得应该比巴黎 甚至在漫目前的正终结构要更加结实 那么有一个遗憾的地方 就是伊朗啊 我还是会觉得 没有西罗啊 没有梅西啊 像这种欧冠级别的比赛呢 还是缺乏一些抗点 因为你就算西罗说 他慢慢年纪大了 其实你看他状态其实还很好的 他所谓说年龄大 状态下滑什么的 其实很多是传媒的作用 你说他跟巅峰时期呢 肯定没得比 但是你单独拿西罗 去跟现在的五大联赛的主力去比 依然不会差的 依然不会差过那些 所谓的手法阵容的 好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欧联杯这里啊 一甲的球队呢 有三只进入了这个欧联杯啊 分别是 A.C.米兰罗马跟亚特兰大 得甲的球队就是勒沃酷神了 那么英超有两只啊 利物浦跟西汉姆联 本菲卡是普超的 然后还有一个 法甲的马赛啊 马赛也是强队来的 今年的欧联杯啊 比去年的好看 因为他这个阵容呢 他这个基本上大的这个框架呢 呃 他已经能够上升到就是跟欧冠 差不多的水平啊 可能要呃 有一点点的浮动啊 但是总体来看不会差很多 你特别是利物浦这里呢 呃 他应该是要比欧冠的一些球队要更强的 今年六普的状态应该是非常的非常的火爆 然后依然是非常有看点的 就是呃 勒沃酷神啊 勒沃酷神的呃 对手是西汉姆联啊 勒沃酷神 其实很奇怪啊 勒沃酷神两度都输给了对手两个球 然后在下半场啊 呃 中后期 然后才扳平 呃 甚至反超 非常奇怪 输不掉这支球队今年 所以今年的这个欧联杯 也好呃 欧冠也好 特别有看点 本菲卡跟马马赛呢 呃 也都是这个欧冠级别的组队来的 包括AC米兰啦 罗马啦 这些都是强队 所以接下来比赛好看 然后也同时告诉我们 现在这个阶段啊 已经到了 五大联赛的整个 赛季的末期了啊 包括英超啊 英超也来到了第29轮 呃 还有其他的联赛嘛 包括法甲 德甲 一甲 西甲 什么的全部都是啊 呃 同时在进行的就是这个欧冠啊 欧联杯啊 欧的英足种啊 呃 各种的比赛 都来到了呃 就是后期的阶段了 那么结束了这些五大联赛之后呢 就开始欧洲杯 欧洲杯到时候我们会做一个非常呃 密集的一个比赛分析啊 跟大家去一起上 那么我们呃 今天分享的这个欧联杯跟欧冠的抽签啊 大家可以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了 看看呃 觉得是哪一个球队啊 有机会夺冠啊 包括欧联杯跟欧冠 好吧 然后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多多交流 我们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多多交流